哎呦 我去周围咋都是火热死了 我看那小绿毛肯定是故意折磨我们 喂 你们俩嘀咕什么呢 不好被他看到我俩了 赶快过去 老师好 好个屁呀 没看到太阳都晒屁股了吗 没有 卧曹 你敢跟我顶嘴 下课马上把你家长叫来 别呀 老师大表哥不是故意的 你敢替他求情 把你家长也叫来 卧曹 关我屁事 小绿毛你别没事找不痛快 你又能拿我怎样 臭老头下去吧你 我丢表哥 你啥时候挖的陷阱 刚刚 你们这是欺世灭祖 大逆不道 快放我上去 想得美 还想请我家长门都没有 大表哥趁现在我们快跑吧 等他醒来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戏狗别怕 这里到处都有我布置的陷阱 只要我们拿上一个按钮放在这里 就能直接飞到黑板上方 这是我的密室很安全 我们就在这躲一会吧 好 顺便完回我的世界 打发时间吧 没问题 好啊 都不说他俩去哪了是吧 那我就自己找 这怎么会有个箱子 肯定有古怪 可恶 居然被戏弄了 不过既然这里有个箱子 那另一边肯定也有 哈哈 果然 这是个地道 他俩 不好是炸弹 这下完蛋了 可恶 又上当了 不过我已经知道他们去哪了 就在这黑板后面 你惨了 你最如爱河了 不好 我听到老师的声音了 大表哥 我们快跑吧 有我在呢 怕什么 你过来然后我们用这根线把陷阱复原 这也有陷阱 当然 而且前面那两个木门后也是陷阱 好了 进密室吧 现在我们就边玩游戏边等老师过来吧 好啊 可恶的家伙 我不会放过他们的 这块砖好特别放个按钮试试 好家伙 黑板上面居然有密室 而且这里还有两扇门 不管了 随便选一扇先进去看看吧 说不定就找到他们了 咦 怎么还有个火门 还好有墨影珍珠 直接进 不好 是虚空 快走快走 离开这个讨厌的地方 还剩这一个门了 臭小子 你们逃不掉了 怎么又是个火门 算了 管不了那么多了 直接进吧 气死我了 怎么又被骗了 看来那幅画才是针 什么声音 不好有埋伏 区区一个铁针 就像挡住我的去路吗 也太小瞧我了吧 臭小子们 我来了 来得正好 我们等你很久了 你们两个黄口小孩 还不赶快束手就行 别跟他废话 快动手 开炮 太好了 我们赢了 哎哟 是熊大 把你抓起来 给我店里夹心菜 谁在那 熊二咋还不来 爱妈 这次肯定能赚大钱 呃 今天的天空阴森森的 走了这么远的路 肚子好饿啊 有个烧烤店进去撸一把 这种鬼天气 还是进屋里最安全 怎么关着门呢 是不营业吗 是光头墙 哎呀妈 来客人了 欢迎来到我的烧烤店 请问您想吃点啥 你这里有什么招牌菜吗 蒸熊掌 不知道你能吃的惯吗 这个不要了 随便来点素菜吧 好的 客观里面请上座 你这还有什么喝的吗 想喝什么随便点 咱这啥都有 那就再来一杯82年的雷币吧 七分堂嘉宾 谢谢 客观 请稍等您的喷射小套餐 马上就来 总觉得这个烧烤店 有点奇怪 每个桌子上 都有饭客人 怎么不在了 只有这个虎哥 吃完东西 身体还会变颜色 哎呀 我的天啊 没想到真是喷射套餐啊 刚点完这饭 还能退吗 虎哥 虎大哥 这饭吃到肚子里 真的没事吗 哎呦我 这不我戏狗小老弟吗 这饭嘎嘎好 卧槽 怪不得这店里都没人了 这喷射套餐 谁吃谁爆炸呀 外面是什么声音 外面来朋友了 我去给您整点新鲜的 这声音是你朋友 我跟你去看看怎么回事 熊大 俺来救你了 别害怕 是狗熊 我去去就来 光头墙 一个人能对付狗熊吗 没想到居然是熊二这小子 可恶的光头墙 你把俺们熊大捉哪里了 哎呦喂 你小子胆子挺大 我劝你十项点 把俺们熊大直接放了 要不然别怪俺对你不客气 小宝贝 给光头墙点颜色瞧瞧 今天晚上又能加餐了 光头墙 你太过分了 俺熊二这回可真的怒了 你也去死吧 这个诡异的天气 熊二都变异了 昨天抓到了熊大 我要去地下室观察一下 他有没有变异 难道刚刚虎哥吃的饭 是用熊大做的吗 幸好没来得及吃 跟上光头墙 看看熊大被关在了哪里 光头墙的饭店下面 居然有一个地下室 看来光头墙干了不少坏事 这里好隐秘啊 怎么不见光头墙呢 奇怪 明明是进这里了 戏狗 你是来救我的吗 熊二怎么没有过来啊 光头墙说 阴森森的天空 熊会变异 我得小心一点 熊大才行 刚才光头墙 明明进来怎么不见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也没见他进来啊 不对 现在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熊大变异 光头墙一进来 就被熊大吃掉了 我也不是吃素的 出来混 哪能不带点家伙事 戏狗 你去哪里了 我丢 是光头墙的声音 惹我光头墙 熊熊变绵羊 现身吧 我的钢铁机器 卧槽 你他妈谁啊 光头墙去哪了 今天我就要尝尝狗肉的味道 快跑啊 保住我的小命要紧 你给我站住 火序 怎么还有变异灰太老 强哥救命 去吧 消灭他们 我一定还会再回来的 这机器人也太猛了 任务完成得不错 都回去待命吧 猪狗 戏狗 这次的入侵者 真的太狡猾了 竟然有胆子冒充了 也不打听打听 强哥我是谁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强哥等等我啊 咱们一起走 今天天气真好啊 不对 他瞄的我们的屋顶怎么没了 我怎么知道 下次把你拴门口看着 什么声音 好像是有人在哭 怎么是小灰灰 快把我爸爸还给我 你们这举的坏人 再不还给我 我饶不了你们 现在怎么办啊 强哥 灰太郎昨天根本就没S 他跑了 但是鬼知道他跑哪去了 我不管 我就要我爸爸 你怎么这么多事 遭了强哥 小灰灰变异了 别怕 我有秘密武器 小灰灰 你看这是什么 牛奶 我的最爱 太好了 他终于变回正常了 你们可以带我去找我爸爸吗 当然可以 只要你别发疯就行 真是没想到送走灰太郎又来了一个小灰灰 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子 你他喵 我去那是什么 猪人命了 你们快来啊 他也太惨了吧 他的身体都僵硬了 地上全都是番茄汁 这附近好像有狼的味道 地上的脚印应该是灰太郎留下的 不可能 我爸爸才不会干这种事呢 不信咱们就去调查一下 好啊 去就去 咱们走吧 戏狗 灰太郎就在这里 在哪呢 被发现了 真是不知好歹 还真是灰太郎 你们这群兔崽子 非要逼我出手是吗 我看你们就是找死 爸爸 小灰灰 他已经变异了 准备接受我的怒火吧 卧槽 这天完全变颜色了 怎么办啊 强哥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别怕 强哥我也不是下大 机械光头墙出战 你以为我会拍摆几个兔崽子吗